嗨,我是圈圈 下一次我在这部影片说过 如果这部影片突破30个喜欢 我就教大家如何在Premium制作KTV字幕效果 那也感谢大家的支持 让这部影片突破30个喜欢 那今天这部影片来了 我会详细的解说教大家如何在Premium制作KTV字幕效果 还有91%观看圈圈影片的观众们 还没订阅圈圈的频道 赶快订阅起来 让这频道突破1000个订阅 首先大家要准备一部影片 那部影片是个MV或是其他都可以 你也可以一部没声音的影片搭配一首你要的歌曲 接着打开Premium 然后把它们导进来 图到时间轨去 过后我们在时间轨的左边工具栏找到字幕工具 我们点击它 接着在预览面板点击一下 我们就创建了一个字幕素材了 之后把歌词复制到字幕素材去 我们按Ctrl加A选取字幕 然后来到效果空间调整字幕字体 大小移位置 我们把字幕颜色调整成白色 而字幕边框就调整成黑色 边框出现就调整为20 过后我们来到时间轨 把字幕长度调整到以你影片一样长 然后按你键盘的up加street 复制多一份到第三轨道上 我们把复制出来的字幕位置移到另一边去 接着把另一段歌词复制到第三轨道的字幕素材去 再次的调整好位置 过后我们再次的把第二个轨道的字幕 复制到第四个轨道去 而这里我们就要把字幕颜色和边框 调整成蓝色和白色 至于第三轨道的字幕的操作也是一样 创建好字幕后 我们把第四轨道的字幕素材前头 裁剪到歌曲第二句歌词出现的位置 然后我们选取第三和第四轨道的字幕 接着到效果面板找到裁剪这效果 我们把这效果拖到第三和第四的轨道去 过来到效果空间面板 找到裁剪 我们在右侧打上关键针 在第一针我们把参数调整为100% 接着我们就依照歌曲的节奏 调整参数以关键针 而第二段歌词也是一样的做法 这样我们就做好了 可以提回字幕效果了 好的 如果你还是使用Pemillion CC 2016以下的版本 那是没有这字幕功能的 那么要怎么创建字幕呢? 首先点击新建里的字幕 记得是这个字幕 不是下面那个 然后它会出现正面板 我们点击确定 够选择左上角的字幕工具 我们在空白处点击一下 然后把歌词粘贴过来 接着我们在右边调整字幕字体 字幕颜色 边框颜色 至于字幕颜色和边框颜色 和我刚才说的一样 白色字幕黑色边框 边框出现就调整50就可以了 调整完成后我们关闭字幕面板 然后再复制多一份 过后点击进去把字幕颜色调整成蓝色 边框就调整成白色 然后关闭面板 之后再选取第一个字幕素材 复制多一份出来 打开字幕 复制另一段歌词到字幕素材面板上 然后调整位置 过后重复制作一样的事情 至于效果制作不变 也是像我几分钟前说的那样制作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别忘了在下面点下一个喜欢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就先订阅我的频道 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新影片通知了 我每个周日晚上8点准时发布新影片 那么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 See you next video 拜拜 by bwd6